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经常到中国出差 川口东时本以为中国的年轻一代不反感日本 因为他认为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中国的侵略仅仅是学术上的 现在的中国 由于开放的原因 对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所有外国人都是欢迎态度 事实似乎也的确如此 当川口东时与中国人面对面时 气氛非常融洽 友好 然而 在一次饭局上 当讨论到二战时日本侵略中国的那段历史 整个酒桌的气氛全变了 川口东时与中国人激烈的辩论了几个小时 然后结束讨论 握手告别 在那次饭局之后 川口东时发现 作为纯粹的外国人 他受到中国人的欢迎 但是日本作为一个国家 并不受中国人的待见 而激烈的辩论也让他了解了中国人的想法 川口东时说 为什么中国人反感日本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川口东时解释说 中国人之所以反感日本 不原谅日本 是因为日本征服至今没有为二战 对中国的暴行道歉 他没有告诉人民真相 并且总是否认过去的行动 中国人告诉我们 如果日本道歉 他们不仅原谅我们 而且会建立比现在更良好的关系 这也是中国人对日本人没有个人怨恨 但非常反感日本这个国家的原因 在德国 如果一个人否认二战期间 希赫勒做了什么 他将被送去监狱 然而 在日本 这种法律不存在 相反 日本人在学校里时 不仅不告知日本在二战时的真相 反而美怕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日本人一直活在谎言中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日本人很难接受 日本二战时对亚洲国家带来苦难 这样的事情 因此拒绝 他们认为 尽管日本可能做错了 但是并不像中国人或韩国人描述的那样可怕 中国人对日本政府的态度 感到失昂和委屈 今天的中国 已经非常强大 但是并没有要报复日本 希望日本灭绝的意思 他们只是认为 日本政府欠他们一个真诚的 正式的道歉 在这个道歉发生前 中国人不会盲目的选择宽恕 然后再来个道歉 我们下回来 我们下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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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